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频道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秋葵的育苗 秋葵又称羊角豆 它是一种洗温暖,洗光照的植物 低15度,那时候它生长是非常缓慢的 从一个秋葵的种子种下去 整个的育苗期大概需要1-2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室内育秋葵苗的菜友们请一定要有耐心 首先我们说一下秋葵种子发芽的温度 大概需要25-30度之间 这样的温度下基本上3天它就可以发芽了 我们今年打算种两种秋葵 这两种秋葵主要的区别是高矮略有不同 第一步是让种子发芽 我们用的依旧是老方法 用一张厨房纸 放入几粒秋葵的种子 淋上适量的水 然后把它包裹起来 放入一个密封袋中 如果是在北方地区初春时育苗的朋友 我们建议您把需要育苗的种子袋放在暖气附近 这样就可以加快它发芽的速度 通常情况下3天它就发芽了 然后我们还是准备一些小花盆 放入一些种植土 把这些发芽的种子埋入土里 浇上适量的水 要注意的是秋葵的幼苗可以耐旱 也可以耐湿 但是不耐烙 所以在幼苗浇水的时候 做到不干就可以了 过了一个星期 它的子叶就长出来了 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 它的针叶慢慢长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留意到 有些刚刚长出的针叶 绿颜色较浅 这个不用担心 等幼苗慢慢长大 吸收足够的阳光 它的叶子就可以慢慢变成深绿色了 建议育苗的朋友们呢 一定要把幼苗放在靠窗 光线好的位置 大家再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幼苗是 大概播种下一个月的样子 上面的枝干已经长得很粗壮了 在枝干的中间 已经隐约的可以看到秋葵的小花苞了 这样的幼苗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了 要移植的水平了 这里还要注意点呢 由于秋葵最低良好生长温度 是15度左右 而秋葵整个的生长周期 约为7个月左右 所以各位菜友朋友 特别是北方有霜冻地区的朋友 要算好时间 在您室外温度稳定在15度以前的 一个半月才开始育苗 另外呢 这些秋葵苗在生长期内 有些细心的菜友可能会发现 秋葵的叶子背面和颈部 会有一些像小水滴状的胶状物质 这个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这个就是秋葵正常代谢的分泌物 不是因为有虫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您种植秋葵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